大家好,我是王天南师傅 今天我们继续讲讲王力宏的前妻李靓蕾的八字 这个就是李靓蕾的八字,他身于丙人年1986年 任神月即是四月十四日,就是慕子日 他小时,王力宏是足足十岁的 他在几格年立下九日之后交脱大运 即是几年,就是前年2019年 那年大约是立下之后,大约是新年五月左右 他就交了现在这个运 我们看看他这个八字 看看他这个八字,我们先没有这个时序 他又是个慕土人,又生于神月 慕土是什麽呢? 慕土是一些成长之土,是属羊的 他一个女命,就是有一个羊土的日主 这种亦都是叫阴阳错配的一种现象 那个婚姻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或者我们逐个字去看看他先 这个丙火有个印星在年纲那裡 丙火,这个就是偏印 这个偏印是什麽来的? 偏印在天纲,就是讲一些学业,一个学历 它的学历是相当高的 而且他就在本科,在保林斯顿 即是Princeton那裡,就读 读这个Financial Engineering 和Operation Research 即是金融工程学和运策学 跟着他就过了Columbia U 即是高林比亚大学,就读这个MBA 所以那个学历相当高 我们看这个月干 月干就是那个淫水,就是他的偏财 偏财就是他自己的财 这个偏财也相当很强的 为什麽呢?因为偏财就通根在下面这个子水 这个子水就坐在夫妻公那裡 即是他的财,其实在夫妻公的子水有很大的支持 通常偏财,偏财和正财有什麽不同呢?有什麽分别呢? 正财的人就比较保守一些 偏财的人就比较炫耀一些 即是比较炫富一些 可能喜欢穿些漂亮的衣服,搭漂亮的车等等 即是有些这样的行为 那慕吐,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一个成长之妥,慕吐 所以他的性格就是比较阳光 比较缺断一些的 刚刚跟这个王力宏呢?王力宏呢?他就忌讨 所以忌讨呢?王力宏的忌讨呢? 就比较属于阴柔一些 属于忧柔寡断一些的 那仁木呢?仁木就是他的七杀 即是他的官星,即是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就是仁木 即是他的老公就是仁木 另外就是他那个灵就是比土 即是神土 神土就是看到他 其实都是有一些资深朋友 搞一些朋友帮忙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六个字 那如果你就这样看这六个字 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背景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人都很凄凉的 即是为什麽呢? 即是第一你看到上面 任水就是黑丙火 接着就是人木就是黑神土 神土就是黑紫水 他三个都是黑的 那实际上阿里靓蕾 他的那个背景 即是他的童年的背景 其实都是比较辛苦些 即是他本身是 他的爸爸是日本人 他妈妈就是香港人 是香港一个二线的明星 拍了几部电影 他自己是美国籍 他应该是在美国出生的 即是推测就是 他的日籍爸爸 就跟他妈妈在美国生出来了 有说法就是 他的日籍爸爸就走了 是离开了的 他妈妈就是 他的童年应该在台北长大 他妈妈在台湾 就认识了一个董事长 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就做了一个熊岩知己 所以你看到这些背景 就在一个单身的家庭那裡长大 亦都是缺乏这个父爱的 就是一种比较上 叫做 不是太容易的童年 就是不是太容易的童年 那我们就给回那个时柱去 那个时柱就是根身 因为两个都是食 为什麽比较根身去呢 第一 他人比较聪明 第二 他人比较漂亮 因为通常吃神丛的人 女子 女命吃神丛 他生得比较漂亮的 还有他这个根身任水 就是出水服用 金生水 表现到他第一 就生得漂亮 第二 那个人比较聪明 还有他自己也有三个子女 所以原局里面应该有些食伤 我们就看看他的祖运 他的祖运 他的祖运就是新某 在三岁就开始起运 三岁到十二岁就是新某运 十三岁到十二岁就是这个根人运 你看到他上面是行食伤的 上面食伤 食伤就是他的智慧 他的思考能力 他的表达能力 所以他小时候应该是很聪明的 所以他能够去到 这个Princeton那裡 他读这个金融工程学 是吧? 也进到Colombia U 他人比较聪明些 你大见到他下面是行官杀的 那官杀就是 什么叫官杀呢? 官杀对于这个女命来说 就是他的男人 就是他的老公 所以他小时候 其实对男人是有一种盼望的 如果三岁的魂 他就比较盼望一些的 就是正经一点的官的男人 但是去到十三岁的时候 他可能是喜欢一些比较 不是太正经的男人 实际上有报 就是他自己讲 他自己讲 就是他有十六岁的时候 已经跟王力宏 已经上了床了 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走这个己丑运 他就在这个己丑运里面 他就是结婚了 己丑运里面就结婚 跟着一生子 生了三个 跟着大约在己丑运 去到尾的时候 去到差不多毛子运 交接一段时间 他就离婚了 但是你看到己丑运有什麽特别呢? 我们在八字里看到了什麽呢? 己丑运 这个丑妥 就是丑妥 跟这个人目有往的暗合的现象 为什麽暗合呢? 那暗合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暗合 为什麽暗合呢? 第一就是这个甲 跟己是一个合像的 这种我们叫做金暗合 即是他的老公 他老公跟其他同辈的女孩子 是有一个暗合的现象 在整个魂里面 都是有这种现象出现的 所以他在婚前 结婚之后 生子的时间 甚至到今年 其实那个丈夫 都跟其他女人 有很多绯闻出现 那去到33岁 他就进入了 刚刚进入了暮云 刚刚进入了暮云 即是几害年 他就在几害年的时候 立下之后 就转暮云 那去到任申月 任申月 这个申金 这个爱水未出来 这个申金就黑走了 这个人目 所以他就离婚了 他就在这个几害年 的任申月的时候 就跟那个先生 就离婚了 即是两年前 去到今年 去到今年 新丑年 出了一件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新丑年 我们看到 他的新丑 这个新字 其实他在行相关 行相关 即是今年 其实是他的相关年 他在行相关 我们有所谓叫相关 黑官 就是他的意志 或者他的想法 是很强烈地想 黑走老公 就在今年新丑年 亦都在今年的新丑年 这个人 以及丑 又有些暗合的 即是有些丑闻出现 就是有些报道 关于他老公 和一些女孩子 照片又流了出来 决出去一些东西 他可能在未月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坚决地想黑走老公 去到根子月的时候 即是刚刚十二月 就是上个月 他就将这个事情 因为根就是他的食神 即是他的想法 他就将这件事情公开了 他公开的目的 其实就很简单 他公开的目的 其实是想争取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实他用的手法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专场 即是在用金融学的专场 金融操作上面的专场 就好像譬如有一个大鳄 他想吃一间的上市公司 他怎样吃呢 他首先在市场那裡 就是散发一些很负面的消息 是吧 然后就将这个公司的股价 一直在很低 一直在很低之后在低位 这个大鳄就一直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 最后就吃了这间公司 这种是一种向下炒的方法 他既然他本身自己是一个金融的专才 因为他毕业之后 其实就在这个JP摩根那裡 就是摩根大通那裡 就做到这个分析员 做了几年之后 他做到副总裁 他本身是一个金融界的专家 他就对这种操作术 其实是很清晰的 就是很清楚知道怎样做 所以将这件事情公开 他公开了之后 他其实就不会单单公开那麽简单 他一定是将对方 对方踩到很低,踩到很重的 来争取他自己想要的筹码 不是争取他自己想要的 想自己得到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都在新闻堂里看到 其实对方都没什麽万寿之力 对方都方寸大乱 事实上是痛击了对方的 用这种操作的手段 接着后续那些怎样发生呢 我们都要继续看看 跟着日后是怎样 他们扮认离婚的那些协议是怎样 之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情况 接着我们下一条的片 我说再下一条片 就将他们两个人的把字再比较一下 然后看一下究竟他们 为什麽婚姻会出问题 如果大家想收到下一条片 就请大家订阅和按一下小铃铛 如果喜欢的话就按个like 多谢大家